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上海解封之后会遇到一个小问题 我们聊这个话题 这个上海解封之后呢 就是肯定会在某些社区门口 在某些社区门口会有值班人员 这个有人就是过去送外卖或者是这个出入吧 有人就是建出 就是需要询问你 需要盘查你 还有就是这个小区的人吧 不能到另一个小区去 这个村里的人呢 不能到另一个村里去 我们聊这个话题 首先这个从这个图片中看呢 就是说这个外卖人员呢 就是说想通过这个村里 要就是从这个村里走 这两个人呢 就是不让 为什么从他这个村里走呢 就是说 这个村啊 就是走他这个村里 这个路比较近一点吧 比较近一点 有可能就是这个外卖员呢 就是说早晨出来了 然后呢 就是换了这个值班人员 到了这个下午 然后就是不让他过了 嗯 这个我们就是 这个视频呢 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值班人员这个时间表吧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时间问题 嗯 嗯 这是一张值班人员的时间表 早晨六点到中午 中午到这个下午 嗯 晚上到这个晚上十二 然后晚上十二到这个六点 分为就是四轮值班吧 有可能就是说 送这个出入人员呢 早晨六点 然后出去的 这期间呢 就是有一组值班人员 是很容易让你通过的 是你没有受到任何的为难 或者说是你的资料安全 并没有受到对方的刁难 是允许你通过的 到了这个晚上或者是中午 你还想从这个地方过的话 就是这个值班人员有可能就是换掉了 你再想这个从中间就是过去啊 就是对方有可能就是不允许你过去 这个大家就是卡好时间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这个区域吧 就是解封以后 允许你 允许你这个小区或者是一个村 允许你这个一天出去一次 从这个时间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嘛 你早上可以出去一次 早上可以出去一次 然后利用这个早晨 这些人呢 还没有交班 没有接班之前 你赶紧回来 这个就是到了这个中午或者是下午呢 你还可以出去一次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这些值班人员 就是换人了 你第一次出去呢 这些人就是说 不认识你 或者说就是换人了嘛 换了值班人员 你这个一天呢 就是可以出去两次 换了一批值班人员 可能就是说 有就是由这个表格填写 这个你的资料什么的嘛 这个你也要会填 可能会一样什么的 就是自己想一点办法 自己想办法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